大家好,我是钟老师 人到中年以后,腰腿痛是家常变范 尤其是老年人 今天钟老师教大家一个小小动作 就可以很有效地缓解和预防腰腿痛 这个动作就是抄打腿上的飞扬穴 飞扬穴是防止腰腿痛的经验药穴 如果每天坚持抄打飞扬穴 人老,腰不了 70岁依然能够借步如飞 飞扬穴是足太阳膀胱筋的落穴 经常疏通它 可以同时保健肾脏和膀胱这两个脏腹 可谓欲举多得 下面大家跟我找这个穴位 飞扬穴就在小腿后面 外歪后 昆仑穴直上7寸处 外歪肩和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就是昆仑穴 再往上量7寸 3寸 加3寸 再加1寸 这个凹陷处就是飞扬穴所在的位置 找到穴位 我们用全面关节使劲的超肌穴 一定要抄打此处有宣将痛感才行 每次抄打3到5分钟就行 抄完一边再换另外一边 好 如果你刚好有腰腿痛的困扰 不妨每天抄打一下腿上的飞扬穴 轻轻松松帮助你解决腰腿痛的问题 让你每天都腰腿好 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 今天来给大家说说我们的小腿肚子 小腿肚子就是小腿后面的远远的那些肌肉群 小腿肚子在养生里的重要性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小腿肚子在我们走路的时候 通过频繁的伸缩肌肉 将流往下半身的血液持续向上推送 送回心脏 促进全身血液的循环代谢 如果小腿肚子的筋络淤堵 很容易会让经过此处的气血淤滞 造成手脚冰冷 小腿抽筋 腰痛 腿脚衰老得快 等等健康问题 所以保持小腿肚子的筋络通畅非常重要 下面分享一个动作 疏通我们小腿肚子的筋络 加快气血循环 让你腰腿健康 手脚温柔 首先我们把小腿肚子垫起来 紧绷小腿肚子的肌肉 然后用我们双手的拇指指指指按钮 力度适中的按钮 先从上往下 再从下 往下 按钮 按钮整个小腿肚子 按钮 腿肚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喧痛的感觉 这种感觉越强烈 说明你小腿肚子的筋络 瘀肚就越厉害 一定要坚持按钮 按钮 按钮时 我们要重点按钮下 承山瘦 承山瘦的位置 就在小腿肚子 仁字形 上面的凹陷处 好 我们就这样按钮小腿肚子 每次按钮的时间 五到十分钟 左右小腿肚子 都要做 好 把小腿肚子 游舒服了 油通开了 就能达通膀胱筋 让腰不酸 背不痛 腿脚灵活 手脚暖活 好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 人到中年之后 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 腿脚也慢慢变得不灵活了 没劲了 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 有时候还会酸痛 或者膝盖凉 膝盖痛等等 这些身体的毛病 是在暗示着我们 该好好 扬扬腿脚了 下面给大家分享 两个扬腿护脚的穴位 经常按钮下它们 对我们的腿脚 保健很有帮助 第一个穴位 是承山穴 承山穴是膀胱筋上的穴位 经常按钮 可以输筋活练 肠壮筋骨 还可以缓解小腿的酸痛 消除小腿的疲劳感 对腿脚的保健意义重大 承山穴在小腿肚子下面 当我们提起脚跟的时候 在小腿肚子下面 会出现一个人形的穴 承山穴就在这个穴中央处 脚道穴位 用拇指按钮 稍稍用力的压下去 旋转按钮 每次按钮五到十分钟 左右脚的承山穴都要做 第二个穴位 就是涌泉穴 经常按钮涌泉穴 可以饮血下行 温暖足底 俗话说 若少老人安 涌泉常温暖 常刺激涌泉穴 可使腿脚利索 肠壮筋骨 增强体质 涌泉穴在我们的脚底下 当我们捉脚趾的时候 在脚趾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处 会出现一个凹陷的窝 这个窝就是涌泉穴 我们可以用点穴穴 或者用笔的一端 按钮涌泉穴 左右脚的涌泉穴 各点按十分钟 每天早晚都可以做 好 以上两个穴位经常按钮 对保养好我们的腿脚 非常有帮助 好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十人九失 如果失气重 浑身都会不舒服 去掉失气后 身体才会很轻盈 舒爽 干净 更重要的 如果失气重的人 特别容易发胖 去掉失气之后 体重更容易下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去失气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把小腿露出来 在小腿肚子这里 有个成山的点位 我们把脚跟 用力上上提 这里是肥肠肌 肥肠肌肌腹的下方肩脚凹陷处 这里就是成山 它是膀胱筋上的点位 膀胱筋受含后 含湿最容易淤积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二就很疼 虽然这样感很明显 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它疏通开就好 把这里疏通了 就相当于打开了身体的排斥口 敲打就是最简单的疏通方法 我们手握拳用这里 对准成山的区域 用力的敲打 因为这里的肉比较厚 所以要用力一点 这样抄下去 把整个小腿的区域都震动了 相当于整条小腿的区域都给它疏通了 这样就能事半功倍 敲打成山 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做 也可以在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膀胱筋当定的时候抄 每次抄两百下左右 抄完左边 再抄右边 每次抄完之后 就会感觉双腿都会很轻松 特别舒服 湿气重的人坚持七天以后 会明显的感觉到有变化 感觉全身都舒畅干净 有些人双腿是发沉 酸泪 胀痛或者发硬的 坚持一周 你就会感觉到其中的改变了 立下以后 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湿气最厉害的时候 又湿又热 湿气重的朋友赶紧拍起来 养生大师南淮井有一个健脾去湿的好方法 贴肚脐贴 顺便我教大家自己制作肚脐贴 提前准备花椒七颗 桂圆肉一个 爱用小量 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 然后捣碎 捣碎后搓成一个小丸子 然后放在肚脐上 贴上胶布就行 我们也制作了一些现成的肚脐贴 一瓶是30粒 还配有30个捐用的贴布 在贴之前 最好在肚脐里滴向一滴白井 促进吸收 建议双脚的涌拳也各贴一个 好 脾胃差 湿气重的朋友 坚持贴两到三个月 大家好我是周老师 由于重力的作用 我们长时间站立或者坐位以后 下半身血液回流难度加大 长期如此的话 就很容易小腿肿胀 腿脚发麻等等的问题 如果我们迫于工作的需要 不得不长时间站立或者坐着 睡前不妨做个简单的养生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抬抬腿 有助于全身气血的回流 养气血 养五脏 很好的预防长时间站立或者坐着引起的小腿肿胀 发麻的问题 动作很简单 上面我向大家示范 全身放松 平躺在床上或者垫着下 自然呼吸 不可憋气 两脚跌放在斑田处 一垫虚空一手斑田 将两腿举起并拢 然后屈膝 大腿与地面长90度 大腿小腿长90度 坚持2到5分钟 然后一条腿不动 另外一条腿伸直 再坚持2到5分钟 然后划另外一侧 最后两腿伸直 脚划交叉 全部动作尽量坚持在10分钟以上 这个举腿抬脚时 血液会迅速回流心肝肾等部位 因此能滋养五脏 有利于全身气血 通胀 经常做抬腿的动作 能加快 营销腹部 多余的脂肪 减少腹部作用 好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